一天一位团长接到老旅长的一通紧急电话 于是便快马加鞭来到了办公室 本以为有什么紧急的作战任务 没想到却是让这位团长去见一个姑娘 这位团长是谁 他和这位姑娘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这位团长名叫队星云 在抗战开始之后 带领战士来到了生活艰苦的近西北 在与敌寇战斗的半年时间 多次挫败敌人的扫荡 这支队伍在百姓心中也是颇有威望 被他们尊称为顿团 1943年2月 31岁的顿星云在延安学习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以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斗 本想吓到连队看看情况的顿星云 突然接到了老旅长彭少辉的电话 老旅长让他赶紧去到办公室 说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商量 顿星云听后以为有大事发生 便马不停蹄地奔向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之后 完全感受不到紧张的气氛 顿星云虽然充满疑惑 但已然做好了全面准备 彭少辉看着满脸严肃的顿星云 便笑着跟他说 去见一个姑娘吧 原来已经31岁的顿星云 早已符合部队的结婚规定 但是他始终没有苗头 都是孤身一人 这可让顿星云的老手掌 为他操碎了心 这两天彭少辉突然发现了一个姑娘 她叫做魏义玲 是隋德康大总校的一名教员 1937年来到延安之后 五年时间没有找另一半 彭少辉问其原因 得到的回答总是影响工作 这显然是客套化 经过彭少辉的一再询问 魏义玲终于说出了原因 她立志要一个托付终生的革命伴侣 宁可的不可错 彭少辉听后大喜 这不就是一直在找的姑娘吗 便把顿星云找了管 准备让两人认识一下 其实顿星云在之前 有过一段堪称悲剧的爱情故事 1942年的时候 顿星云认识了一位名叫王莲芝的姑娘 王莲芝直率又漂亮 两人工作的时候配合默契 这让两人互生好感 便定下终身的约定 但是命运给了两人一次沉重的打击 顿星云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传言说她已经牺牲在战场之上 王莲芝听到信以为真 后来便嫁给了另一个人 后来王莲芝得知顿星云并没有牺牲 她感觉羞愧万分 竟独自走进深山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给了顿星云不小的打击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本都想好了推脱的话语 谁知见面的时候 却一句都说不出来 一向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魏毅灵 见到顿星云后 也是满眼温柔 回到部队之后 魏毅灵已经深深烙印在顿星云的心中 两人开始互相写信 都感觉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的另一半 就在顿星云决定结婚的时候 命运又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组织调查魏毅灵的出身有问题 便要对星云放弃这段感情 虽然十分痛苦 但是顿星云只能服从命令 但是两人心里已经再也容不下他人 有情人终能眷属 经过组织的进一步调查 魏毅灵的身份终于还以清白 在1944年6月1日的时候 两人终于走上了幸福的殿堂 并携手走过了之后44年的时光